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Sylvia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组睡前的瑜伽动作 在忙碌了一天之后,用几个简单的动作帮助你驱赶疲惫 缓解肌肉的紧张感,让身心都得到释放 有助于入眠哦 我的频道每周都会更新 所以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健康、关于养生、关于瑜伽方面的资讯的话 欢迎点击订阅我的频道 那就跟我一起练起来吧 我们第一个动作,躺下,躺在床上 先屈膝抱住你右侧的膝盖 简单的停留几个呼吸 慢慢将你的左手压住右膝 身体看向右手的方向 让身体做一个扭转 在这里停留三个呼吸 在下一次吸气的时候慢慢回正 伸直右腿换左腿 抱息于胸前 将左膝拨向右侧的方向 眼睛看向左手手指指尖的方向 在这里停留三个呼吸 慢慢地做深呼吸 要很慢很慢地 然后慢慢地回正 第二个动作我们做一个大腿后侧的拉伸 直腿向上 你可以将双手抱住你的小腿 尽量地将腿往胸口方向送去 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抓住脚踝 或者说像我一样抓住脚底 如果在这边你觉得你拉脚困难的时候 你可以用一条毛巾去勾住脚 慢慢地将腿往下换另一侧 记得保持均匀深长的呼吸 慢慢地让身体放松下来 缓缓地将左腿放下 第三个动作在刚刚的基础上 我们将右脚踝放左膝上 然后抱住左侧的小腿 做一个更深度的拉伸 在这里停留三个呼吸 放松 我们换左侧 左侧的脚踝至右膝上 抱住右侧的小腿入胸 保持均匀深长的呼吸 慢慢地放松身体 我们最后一个动作 就是抱住双膝入胸 在这里停留五个呼吸 慢慢地将呼吸 带到身体有疲惫的地方 告诉自己我已经准备好 要接下来睡觉休息了 放松双腿 慢慢地起身 今天的血浅瑜伽就分享到这里 血浅瑜伽的动作是可以帮助你 用深长的呼吸 去放松身心 去让你的身体 告诉大脑说 我已经准备好 要进入一个休息的状态了 这动作你学会了吗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次再见咯 祝大家都有个好梦 拜拜 拜拜